太好了 你算你正常 她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你正常嗎 今年 2023年 是廉價天數最多的一年 高達39天 天啊 你想想看 做老闆都要哭哭了 對啊 還有一個家長覺得很煩 為什麼 因為為了要把它湊成連續假日 所以補班日呢 禮拜六補班也最多 要六天 對 你不要連著放嘛 該怎麼放就怎麼放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用這樣調整的呢 對 這是方便誰啊 你有經過我們同意嗎 是不是 最好的做法是 老闆會舉辦嗎 老闆 老闆站少數啊 好 來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同意 福利啊 我介紹一下我們的潘老闆 你好 嗨 好 嗨 今天好 好 楊雅筑 好 還有 多口秀女王 龍龍 對 這個真的是老闆 老闆娘 海君老闆娘 對 歡迎大家來吃金牌 你這個也是老闆娘 跟褒雄老闆娘上秀 對 好 我們健康界的老闆娘 佩忠 好 好 好 先問一下 請問 每次長假到來 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最期待的 來 你們有板子 好 準備來 請翻板 好 先從老攀開始來 老攀 老攀當然是一定要到處旅遊 今年的這個很難得 本來是老闆娘也在 所以老闆娘嫌棄不去花蓮 她要去日本 對 所以我就跟小燈 他們自己開車 我們開車 我們想說沿路完那種感覺多好 而且你知道那個花東去回來一圈 台灣一圈這樣多開心 我就跟小康兩個就跑去花蓮 去玩了一趟 你在車子裡面 我們拿了Walky Talky 講話那種感覺 就覺得舒服 他們搞得好像大學生 對 小康 小康 來 你到哪裡了 老攀 老攀 我在你後面十公尺 不是 所以你們這次會好玩 會不會是因為就是沒有 沈玉琳的關係 有可能 他是會玩的人喔 那基本上有老沈在 他會跟著玩 那小康是比較辛苦 會比較累 因為他意思是要帶兩隻 那兩隻真的都男生嘛 兩隻男生就會比較皮 小康那個體力的話 可能就沒那麼好 就沒辦法倒進去 他被那兩個男孩耗盡 耗盡體力 體力耗盡 我們小孩帶出去就真的累嘛 所以再加上他那兩個 再加上我們家那個體力又好 所以三個人玩起來那個 我跟你講 這兩個小孩給你 每天講給你帶三天 你活不過第四天 蛤 好害怕 誰只能安排三天 康哥兩個是男孩 對 那潘老師 雖然是女孩 可是個性也像男孩 所以就是三個男的意思 我那玩得太瘋 但是我們有照片給你看 我們玩得很開心 你看我們今天玩的地方 天氣很好 真的非常的漂亮 對不對 目前我們一看 我們在校園玩的地方呢 這個感覺是 接觸一下大自然 是多完美的一件事情 開車要五個鐘頭吧 開車去的時候 其實還好 你看他們吃得 對 我們吃得 連花蓮市長都出來 真的假的 花蓮市長是左邊中間那個 親自出面接待 對 那個是那個星星麵館 對 你一定要去這美人 你一定要去那一趟 星星麵館不去 就等於你沒有去過花蓮 真的 為什麼 那波鼻辣椒又排第幾 那個波鼻辣椒 他們是 你不要這樣亂弄 兩個都是同等級 對 花蓮星星麵館 波鼻辣椒 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酸豆 那麻糬 麻糬在哪裡 麻糬也是同等級的 對 沒有啦 包子呢 包子 我跟你講 包子 也是同等級的 我跟你講 我們這次要回來 年初二回來 小湯為了要 因為開車 開車回來沒有 因為塞車沒辦法 他為了要吃那個包子 那個老闆去 他買了一個五十個 買五十個包子 放到車上 初二回來可以吃到年初六 你就知道他買了多少包子 你講啦 我們是沒有縣長陪我們啦 我們就是行情不夠嘛 但我們去 星星麵館是這樣子的啦 對 我們就坐下來了嘛 然後你說什麼剝皮辣椒是吧 對 那老闆就送來啦 對嘛 你說什麼玉米啊 烤玉米 他也送來了嘛 還有隔壁店的牛肉 最好的牛排 也送來了嘛 一條龍 你不用再去啦 怎麼要這麼送來 對 那你這個接待的規格 比他高 因為他自己還要開出去沾上 你不要 你不要 他好像在排點 你那個包子還在那邊排隊 你以為我不知道 包子就站在人群當中 他頭低低的他也要認出來 然後 謝謝 謝謝啦 他又採野菜 不是我 那是無尊 你如果去星星麵館 就是吃這些東西 然後就走 你真是錯過了 真的 我告訴你 因為那個老闆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 他有很多的藝術創作 對 海邊的漂流物 對 然後他把它撿起來 然後做了一些創作 沒錯 然後他每一個作品 他都有非常多的一個 他知道文化界的人士 他會跟你聊作品 對 老闆他就通常沒跟你聊作品 我又去看 他都跟你講黃色的 然後平常跟你講作品 那是你 講黃色的 我跟他沒講過 這一拍不要搞太久 對 董漢 太久 好 轉一話題 副飯店 你有被星星麵館招待過嗎 不是 他規則不到了 對 這樣就知道 我連聽都沒聽過 我只有 我只有不小心看過 他的藝術品而已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對 其實我覺得我每次不管是長假也好 還是短短的兩三天也好 我覺得我最期待的就是住飯店 我覺得住飯店跟 平常住在家裡面 其實那種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 在家裡面 也許我可能就是女孩子 都會買一些居家保養品 但你每一天就是工作完 然後忙小孩老公玩 你根本就會忽略到 要保養那些事情 那這些保養品是不是放到過期 我就會趁著連假 或者是放假的時候 帶去飯店 然後我今年選了一個 不太遠也不太近 就是台中的零酒店 那我覺得放風 放風放個兩三天 沖個店就差不多 但是今年就是 對 這個就是零酒店 你看那都會比床都還大 然後我就會帶 那不是重點 然後我就會帶我的保養品 然後去到那邊 敷臉 泡澡 然後就到那個 台中的很漂亮 我去台中 我去台中幾乎都是住零酒店 真的是設備什麼都不錯 是一個不錯的半年 住在那個地方 你要去逛街也好 還是你要去就是 郊外一點點的地方也好 也是很方便 想覺得它比較中間 那熊熊就跳過了嘛 這大家都知道了 中小孩 真的還要講 實在是我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也有去旅遊 前陣子剛解封的時候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去了兩次日本 一次韓國 然後還去北歐四國 妳好有錢 好有錢 對啊 那高風神可以賺成這樣 全部都花完了 所以中小打麻將賺錢 全部打賺錢賺翻了 那妳的朋友都哪些人 張立東 我有去張立東家打 因為其實你放年假 放長假的時候 因為演藝圈很多好朋友 平常都很難約嘛 那就是大家都互相放假的時候 都沒事做 就是可以約 因為我有一個工作室 然後我有在那邊擺電動麻將桌 對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沒事 就是可以來這邊打 因為這樣弄亂的是我的工作室 不是他們的家這樣 妳這個要想嗎 就關掉鬧鐘 這個還要想嗎 我覺得這個 不要關太久 這個背後有一個意義 就是 就是不要關鬧鐘 拍戲一定是天一亮就要拍 對 所以常常我那個鬧鐘都是 甚至還有四點的 所以我就很期待可以 不要再對鬧鐘 可是除了不要對鬧鐘睡到寶之外 前一天還可以玩到很晚啊 這樣打麻將就可以打到很晚 喝酒也可以喝到很晚 工作期間 因為每天都要射鬧鐘 那壓力很大 潘老師跟我講過 他每天 我真的有那麼多 潘老師 精力外勝 看一下門紅 我先回老家 對因為我們家四個小孩 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爸爸也住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們平常 不太會碰在一起 然後我阿嬤家是在 那個新竹的鄉下這樣子 阿嬤已經很老了 他就常常就是 會跟我說 我在電視上看到你 都比較多次什麼時候 要回來啊 這樣 對 這樣阿嬤就常常說 不知道這樣還可以過多久 你們可以回來就趕快回來 聽起來就很難過 對啊 阿嬤也七八十歲了 也很老了 年輕好不好 七八十年齡 妳也不要安慰成這樣 七八十歲進門 還要辣九十四耶 他就人瑞啊 對啊 他都吃什麼 吃菜 趕快熊喔 手吃快熊 其實吃口味了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其實 工作壓抑大 其實會不太吃得下 所以像如果今天有錄影 我早上大概就是吃一顆蛋 然後配一杯豆漿 就大概一整天 然後平常 可是平常回到家 下班也沒心思吃 因為要帶小孩也忙 所以真的太累了 可是一到放假 我就會整個大姐 然後我老公都笑我說 你好像夾植了三個胃 這樣帶回去台南 像這次廉價很長 待在台南時間很長 我大概平時兩個小時 會吃一次東西 然後就是從早上肉送飯 然後再來是花粿 吃飯講到春口水有道理 對 我剛剛也春口水 然後我最誇張的是 我的那個北藤粿 因為南部才有 北藤粿 我一次可以吃六個 然後吃完 然後因為平常不敢吃 然後吃完 再來一根炭烤玉米 然後再去吃牛肉糖 怪不得我今天看你 結果 你那臉是不是有比較圓一點 對 你們不是對不對 對比之前的畫面請看 好 停 這都是年後的回憶者 好明顯的喔 下次 我不想在看喔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脖泡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息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